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股市节目 这周 全球最著名的年度经济论坛之一即将召开 各国央行行长们将面临自疫情前以来最严重的分歧 多年来 美联储 欧洲央行等发达国家的央行在政策上大致一致 但如今 尽管通胀有所下降 仍高于2%的目标 各国央行官员在评估价格压力与经济衰退风险之间存在更多分歧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在杰克逊霍尔研讨会上发表讲话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重新评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及其对整体经济的影响 这对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刻 各国央行的行动也越来越难以预测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华尔街股市特别节目 我是主持人 今天 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来自悉尼城风暴的文章 题为《让全世界紧张的高风险会议》 这篇文章引发了全球金融界的广泛关注 现在让我们详细解读文章内容 并从多个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和评论 本周 全球最著名的年度经济论坛之一 即将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召开 各国央行行长们将面对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最严重的分歧 过去几年 美联储 欧洲央行 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央行 在政策评估上大致意见相同 当2020年疫情初次爆发时 他们迅速降低利率并注入流动性 而当通胀问题显然无法自行消退时 他们又实施了数十年来最激进的紧缩政策来应对 即便在一年多前 央行行长们在葡萄牙辛特拉举行的欧洲央行年度会议上 仍然一致认为需要更多努力来抑制通胀 英格兰银行行长安德鲁贝利当时表示 我们面临共同的冲击 这影响到我们所有人 然而 今天尽管通胀有所下降 但仍高于2%的目标 各国央行官员在评估价格压力持续过高的风险 与经济衰退的危险之间存在更多分歧 对投资者来说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刻 最有代表性的是 欧洲央行在两个月前已经降低了基准利率 但美联储尚未采取行动 英格兰银行在8月1日 以5比4的微弱优势通过了政策调整 澳大利亚央行行长米歇尔 布洛克本月提到 利率辩论中有支持紧缩的 也有支持放松的 他在8月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我希望我有他们那样的确定性 他指出 尽管我们有很多数据告诉我们 过去发生了什么 但经济模型无法完全捕捉经济的变化 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 将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研讨会上发言 他上个月表示 预测者一直感到惊讶 今年会议的主题是 重新评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及其对整体经济的影响 这次会议通常会有主要央行的高层参加 并帮助塑造投资者的预期 美国经济的混合信号 7月的就业报告远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测 但零售销售表现超出预期 使得何时放松政策 以及放松多少变得更加困难 这在杰克逊霍尔会议前的期货市场中得到了反应 联邦基金期货在一年内的波动达到了今年最高 上周这些合约的30天实现波动率达到1.86 是自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当时美国地区银行危机后 波动率上升 当前读数几乎是1991年以来数据平均值的三倍 在7月就业报告发布后 失业率意外上升 股市下滑 交易员开始压住 美联储在9月会议上将降息50个基点 甚至更早 期货现在显示 更可能的是25个基点的降息 新西兰上周出现了一个极端例子 展示了央行在这一经济周期阶段面临的不确定性 新西兰储备银行在三个月前 表示不会在明年之前降息 但上周却突然降息 另观察家们震惊 惠灵顿政策智库Infometrics的经济学家 布拉德·奥尔森表示 这一突然转变 对该行对经济的解读及其预测 提出了巨大质疑 坦率地说 这使得很难信任其判断 新西兰储备银行官员为其行动辩护 称他们是根据当时可用的信息做出反应 行长阿德里安·奥尔后来表示 未来的行动可能会更加谨慎和有节制 日本央行在7月31日 也让一些观察家感到意外 宣布将其关键利率提高了15个基点 并在政策声明中 包括了进一步加息的前瞻指引 到8月7日 股市下跌 日元飙升 日本央行发出强烈的鸽派信号 承诺在市场不稳定时不加息 在欧洲 央行也面临两难境地 最近的价格数据显示 欧元区通胀意外上升至2.6% 同时经济表现比预期更差 官员们预计 通胀将于2025年底达到2%的目标 但他们总是强调高度的不确定性 一些政策制定者如希腊的杨尼斯斯图纳拉斯 认为经济增长疲弱 进一步证明需要更多的宽松政策 而其他人则强调通胀仍然顽固 欧洲央行执行董事会成员伊莎贝尔 施纳贝尔在7月底表示 我们需要保持警惕 市场完全预期 今年还会有两次降息 第三次降息的可能性超过50% 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本月的分列投票显示 行长贝利与其首席经济学家修皮尔 在降息问题上存在分歧 贝利在8月会议后表示 决策者对经济可能采取的多种情景中的 哪一种不确定 并对其可能性有不同看法 这些情景范围 从价格压力的环节 已经板上钉钉 到需要更长时间的紧缩政策的 较不乐观的结果 贝利表示 这产生了替代情景 因为高度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可能是所有央行行长 唯一能达成共识的事情 通过以上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 全球央行在应对经济不确定性方面 面临巨大的挑战 这次杰克逊霍尔会议 将是一个关键时刻 各国央行行长 需要在不确定性中找到平衡点 从而制定出最合适的货币政策 然而 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差异 将使这一过程更加复杂 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看 央行的紧缩政策 和宽松政策之间的微妙平衡 将直接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 对于投资者而言 这种不确定性 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 需要更加谨慎地进行投资决策 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看 如何在保持经济稳定 和抑制通胀之间 找到平衡点 是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 央行行长们 需要在数据分析和经济模型的指导下 综合考虑全球经济的多种因素 制定出最有效的货币政策 最后 我们也要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 无论是紧缩政策还是宽松政策 最终都会影响到人们的就业 收入和消费 因此 央行的决策不仅是经济层面的 更是关系到社会福祉的重要抉择 今天的特别节目到此结束 请继续关注华尔街股市 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专业 而深入的经济分析和新闻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好吧 大家想象一下央行行长们 在这次会议上互相眉来眼去的画面 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弥漫在雾中的船长 摸索着前进 美联储的鲍威尔像是各迷失 在星图上的海盗船长 而欧洲央行的拉加德 则像是在试图用水金球 预测未来的通灵师 大火儿的唯一共识 就是他们都对未来感到困惑 哈哈 楚天书 这样形容真是搞笑 但你忘了 他们并不是在看星图 而是在看数据 是的 他们可能像是迷失的船长 但这些船长至少有指南针和Sexton 六分疑 再说了 这些经济学家可是有真正的数据支持的 不像你说的那么瞎猜 哦 指南针 谢琪琪 你是说那些一直在变来变去的经济指标吗 这些指标就像是天气预报 前一天说下雨 结果晴空万里 看看新西兰的例子 三个月前说不降息 结果突然大转弯 这些所谓的数据只能说是随机变量 而不是指南针 哎呀 楚天书 别这么戏剧话 经济数据就像是股市 总有波动 新西兰突然降息指示表明他们的央行能快速反应 灵活应对 这种灵活 性可比拟的天气预报准多了 更何况 经济学家就像侦探 从数据中寻找线索 你不会因为Sherlock Holmes偶尔搞错而质疑他的能力吧 哈哈Sherlock Holmes 好吧 那他们的确实需要放大镜和烟斗来思考了 但问题是 这些侦探们似乎总是在案发后才找出线索 他们的预测就像破案后的总结 总是后知后觉 你看看鲍威尔 他自己都承认预测者一直感到惊讶 这就向Hone说 哦 我没想到凶手会是那个人 楚天书 你真是幽默 但是你不能忽视这些侦探们的努力 经济是个复杂的系统 预测并非易事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工作毫无价值 正是因为他们的分析和讨论 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些不确定的时候 找到一些方向 就像Homer说的 当你排除一切不可能的 剩下的无论多么不可能 必然是真相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